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学时是修读跟表演无关的商学院 许多人也好奇当初他的父母会不会不支持 会有一个过渡 但是因为你用心在做你喜欢的事情 我相信慢慢会有结果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坚持 姜牧成对表演的兴趣是从高中开始 那时候因为觉得魔术是很酷的事情 才加入了魔术社 而在高中打工时意外认识了 擅长折气球的街头艺人 从最基础的小狗 宝剑开始慢慢学习 姜牧成也渐渐学出了心得 与气球结下了不解之缘 发现很像自己不是那么很会练这些复刻牌 或者是这些技巧 所以才接触了气球这个领域 就发现其实我跟魔术师就开始有点不一样 就是你会魔术我也会魔术 但是我还会得气球 然后开始多了变得比较多元 升大学时除了找老师学习高难度的气球造型及气球布置 他到了大四时更是在学校开设了气球社 然而在大学毕业后姜牧成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把小臭当作主业的念头 而是创立了室内设计公司 那因为本身我念的是商学人 我还没有决定说决定要做说一定要做表演工作 那是因为在退伍的时候啊 其实就有一些朋友有一些想法 然后因为刚好我有身边我的阿姨就是做室内设计装修这个领域 所以我才决定说那是不是我先投入这个领域 然而经营的过程却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为了支持公司营运消耗许多经费 最辛苦的时候姜牧成假日还要去表演 来补贴设计公司的支出 所以其实那个过痕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开心 因为你变得有目的变得是为了赚钱 11个月的时候我就决定要结束那家公司 就是让他停业 因为唯有停业我才有办法去做我的表演或是工作 所以才会再转回到做室是这个表演活动这个工作 2016年是姜牧成意义重大的一年 那年他到美国参加世界小丑大会 并获得了气球项目的冠军 而在这份殊荣的背后 也是许多努力与机缘下才促成的 2016年就是因为有其中一个老师 他就说我们要去美国 就在那边比赛 你要不要一起去 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自在参加不再得奖 所以我们就觉得你说那就去 那最擅长的是什么 就是气球 很幸运就是评审蛮喜欢那一系列的作品 所以也才就可以很幸运的第一年参加就获得了那个冠军 姜牧成拿了世界小丑的冠军后 回台湾时想着可以成立中华小丑协会 来推广小丑的文化 透过中华小丑协会 可以让大家能更了解小丑这个职业 姜牧成也提及了创办协会的三大宗旨 我们让国外的表演团队有机会可以来到台湾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希望推广的是小丑的文化 会办展览 会做像小丑姐 还有做甚至是剧场等等的演出 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很大的宗旨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去推广小丑医生这个领域 我们希望透过小丑是一种可以感染别人 甚至是带给别人快乐的能力 然后去陪伴这些小朋友 现在因为少子化的缘故 姜牧成希望能透过不一样的技能 到偏远地方的学校教表演艺术 或是在街头表演折气球给小朋友 这期间姜牧成说他最大的收获是 可以透过表演来赢取小朋友们的兴趣 而小朋友拿到气球的喜悦 也是姜牧成发自内心想要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好玩 他们很有耐心的帮我们折出一个 有造型的气球 像我女儿就很喜欢气球 对我来讲就是小孩子就是最简单的 纯真的快乐 所以基本上 小孩子喜欢气球 爸爸妈妈的心态就会觉得说 只要小孩子开心 爸爸妈妈就会很开心 姜牧成提到在表演过程中 虽然会遇到挫折 要维持职业小丑这份工作 并不容易 除了要与工作伙伴 及客人保持良好的公通之外 有时更可能遇到不友善的观众 而如何化解 别是一门学问 如果我们的模式都是一样 或是我们的互动都是一样 那当然小朋友会觉得无聊 我觉得也不用说这么悲观 说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自己也要去精进说 如果万一真的这一年一直遇到这些人 那我们该做什么内人 让他变得更多元 快乐先生 给你快乐 这是职业小丑快乐先生 姜牧成的经典口号 立志在把欢乐和欢笑带给其他人 希望能从自己发自内心的去感动大家